呃 橄榄球啊 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玩过了 也不知道当年那招带球过人还会不会了 用一下试试吧 嘿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阳 回顾上一集 一年一度的蝴蝶号将要出发 傭兵被派到这里来迎接游客 却遇到了曾经被船长嫌弃唱歌难听的小丑 傭兵使用了当初在第五大街买了的皮椎秘书 成功救下空军 可空军似乎失了魂一样 一动不动 傭兵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了他 现在就只剩下傭兵和他在第五大街认识的两个小伙伴了 他们能够成功地逃脱回到船上去吗 接下来咱们故事继续 诶 这边有机子的声音 应该有人在这办手续 嘿 两个人都在 真是太好了 先不用管我 快点填完手续 离开这里 呃 可一台机子只能填写一个人的数据 医生 你先写你的吧 OK 这样就把资料传回去了 等我完成治疗再去找下一台机子 好了 医生你先躲起来 盲女 你跟我来 诶 这种感觉 又是这个小丑 真的是阴魂不散 都把空军送走了 还不够吗 我记得前面就有一台机子 先去把手续准备好 等盲女来了就可以直接填写了 诶 小丑传送过来了 我推 啊 还好跑得快 可最后一个户外也用掉了 暂时不能劈了 诶 那里有个箱子 去翻一下 哎呀 医生遇到小丑了 喂 等我发完就去帮你 哎 一个橄榄球 算了 就这个吧 反正比上一集那本书要好 诶 盲女也在这里 很好 先帮忙你填写一下登川手续 然后观察一下小丑 把医生带到哪里去了 哦 在那边 我这就来 小丑守得很近 不知道阳光片刀树还有没有用 试一试好了 哎呀 果然同一招 不能使用两次 哎 大门可以开了 医生你自己小心一点 我先去开那边的门了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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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了 刚刚忘记看小丑有没有带一刀斩了 不管了 先把门打开吧 哎 医生也被小丑送走了 刚刚的距离太远 没有机会去救他 可恶的小丑 抓到了我的两位游客 我要等他过来 再救他一次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哦 过来了 放个假身看看他会不会上当 嘿 小丑真的上当了 这下心情好多了 走吧 猫女 准备到蝴蝶号上 享受一下你的海上假期吧 好